我們來開一系列 專門破解迷信跟神棍好了 我覺得很可以 點閱率多的話 我們就來開一系列 對 早期啊 有那種把一群老人家聚集齊哀 然後賣各種奇怪的藥 對對對 關節怎麼樣 是不是怎麼樣這樣子對不對 廢話你到了70歲 你以為代表不會生天啊 要遇到鬼 每個月都會 沒有啊 可是鬼月是Party啊 這樣的圖人 老師我覺得你要有BBOX的天分 然後你要不要來一段 大家好 我們今天又找美麗的空氣 嗨大家好 我是Zoe 王曉帆 要鬼門開了嘛 所以我們是不是有很多 要注意的事情 我個人其實沒有很贊成 鬼門要開這件事情 怎麼說 你如果去知道中原普渡的 習俗的由來的話 你就會知道說 他其實沒有所謂的 開不開的這個問題 那中原普渡習俗的由來 到底是什麼 因為一般人應該也不知道 在中國啊 他只有中原節 農曆七月十五號的那一天 就中原節 所以不是鬼月 他沒有一個月 事實上大家去看 農曆七月啊 通常都在立秋過後 古代人在講 春耕夏雲秋收東長 秋天的這個季節呢 就是準備農耕開始要收穫了 那這麼豐收的季節 怎麼會是一個不好的事情 古代人他不管是養牛或是重道 他是不是要看老天人 對 所以他就會謝天 他要謝天啊 拜完天地之後 敬拜自己的祖先 既然祖先都拜了 那我們是不是地方上啊 有各式各樣的臉 就順便一起啊 眾生 就會順便一起拜 就順便一起啊 他其實一剛開始是這樣子來的 然後再加上佛教傳入之後 對 就開始有這種 圓蘭盆解這樣子的概念 然後用了慕蓮舊母的那個故事 然後兩個被綁在一起 然後一兒兒傳兒 然後這兒兒就越傳越大直有沒有 你看那個歷史的原由下來 你就知道說 其實獎是鬼月 它事實上是個很感恩的一個月份 那怎麼會是不好的事情 所以其實我覺得有很多鬼月的禁忌 是不是也是以而傳兒 鬼月是不是不能爬山玩水 心理學上面 對 容易會有一種情況就是啊 譬如說我們看籃球賽 我先暗示你說這一隊比較厲害 所以這一隊只要一投籃進去 你就覺得你看他果然是很厲害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暗示的作用 然後當大家覺得說 好像鬼月好像有很多問題的時候 對 突然有人出去玩溺死了 大家就會說 你看你看你看 抓交替這樣 但他們沒有想到說 這個月份夏天天氣這麼熱 大家就會想要去海邊 去西邊去玩水 因為冬天根本就太冷 大家也不想去 對啊 那老師我還想再問一題 晚上走在路上 後面有人叫你的名字 不能回頭 可是如果你朋友叫你 一直叫一直叫 然後都不回頭 這句話你不能說它是不對的 可是你必須要在某一種情境 如果在真的黑暗深山裡面 然後有人叫你的名字 那是真的很可怕 不要回頭 可是平常大街上有什麼關係 那如果你朋友剛好也去爬山 他可能就是被困在路上 剛好看到你 他叫你你也不回頭喔 那他的叫法可能會比較不一樣 他會說你不會在叫你 趕快回頭 那你就會回頭 那就沒事 那還有一個疑問 很多人講說晚上曬衣服 一定要記得把那衣服收進來 要不然有鬼會穿 他難道沒有自己的衣服可以穿嗎 他一定要穿你 掛在那邊的衣服嗎 他怎麼換衣服啊 喔是這樣子喔 你那件比較漂亮 那你怎麼知道他覺得 哪一件比較漂亮 所以不要買漂亮衣服掛外面 所以到底衣服要不要收進來 他的原因是因為 你想想看啊 你半夜突然做個噩夢行過來 發現 喔嚇到 自己嚇到 其實是因為這樣子 鬼隱從從 很多人講說 去飯店那個鞋子啊 不是就是要亂放 就不能好好放在那什麼鬼會穿 鬼有在穿鞋子的嗎 那鬼都用飄的 不是用飄的 對那他幹嘛穿鞋子 他是騰空的啊 那日本的鬼怎麼辦 日本的鬼都沒有腳 對那所以 其實根本沒有關係 對根本沒有關係 欸那為什麼沒有出一些產品 就是貼在鞋子上 鬼不會穿你鞋子 那你也不敢穿吧 他可以設計很時尚啊 貼上你鞋底 然後你這雙鞋 鬼打死都不會穿 欸他已經死了對不起 我出這個你要不要代言 我不要 其實鬼這種東西 應該時時刻刻都存在的吧 對啊 對那為什麼 還要說什麼鬼門開不開 神話這種東西啊 就是慢慢慢慢被建構出來 學理上面來講啊 鬼月在拜拜的時候 他有諸多禁忌啊 譬如說那個鬼會過來吃啊 有人有做實驗啊 去驗說那個敗過那隻雞有沒有 那個養分都流失了 欸因為你放在那邊養分 那會流失 我有忠祐信仰 我也相信輔度的時候 好兄弟會聚集 可是他的邏輯是什麼 他的邏輯是 你在那邊做拜拜做什麼 那當然會聚集啊 可是他們其實平常就是散落各地 那那個時間就聚集 可能不是像我們一般人所想的 是那個月突然通通都跑出來 他只是集合而已 他只是集合 對 我還有一個疑問 就是因為現在很多是訴求環保嘛 就沒有燒香 可是這些好兄弟 他們其實是需要有這個香火的這個煙嗎 對 那如果沒有插香拜拜有用嗎 在古老的年代 燒這些東西會產生碳 基本上是跟靈魂溝通的一個媒介 所以說你說這個東西重不重要 如果說今天你希望能夠跟這些靈有所聯繫 那他其實就需要 你如果覺得你要的只是一個心靈的追求 那當然就不需要 所以看你對於宗教的態度是什麼 燒紙錢這件事情 他們到底收不收得到 因為他就是產生碳 所以他們其實收不到 他會得到的能量 不是一張張紙啦 突然你每次燒紙錢的時候就把它拆散了 你有想過那個收的人的心情嗎 滿地的紙才要用幾 搞不好就是有一個戶頭 就是你燒多少 他戶頭的數量會增加 沒有這種事情 燒金紙這個事情啊 可是我們剛剛不是講說 他其實就是碳 這個東西是跟靈魂的溝通 那我一直在燒 是表示我一直在思念 一直在跟你溝通 你的那個能量就會越來越大 之前有人問過我說那個中零普渡啊 對 其他國家我怎麼都不知道 對啊他們也沒有在普渡的啊 你要想中零普渡啊 在宋朝之前就有 可是南宋時代 只有長江隱南這個流域在普渡 長江北那個金朝跟元朝 人家他們也沒在普渡啊 那他們怎麼辦 結果明朝的時候那個地方被收復起來了 長江一北的跟著他又要補渡 這不是很奇怪嗎 我們很多學生裡面有感應體質 他會在普渡他發現說 感應特別多 然後整條街都是 那為什麼也會有這樣的狀況 就是因為那時候大家要搬趴 那其他國家你要想 其他國家他從來都沒有趴 他就不會覺得他要搬趴啊 對 人就是很渺小嘛 所以就是在很脆弱的時候 就會想要求神拜佛啊 找一些那種你看不見的 但是你可以對他有點寄託的 當你的自身狀況很好 心理素質很強大的時候 好像很多儀式都可以省略 也就不是這麼需要這麼迷信 你知道蛇會被神棍片嗎 就是他不想自己努力 才會被神棍片 其實宗教跟命理學這些東西 最早都是一個幫助人的工具 但你要想他是幫助人 他不是替代你 他不是幫你決定 可是我們很容易會變成 那既然你可以幫我 以後就一直幫我 然後我都不想要靠自己 你容易變成是這樣的心態的時候 他就會走歪掉了 就會變得很迷信 對就會走歪掉 就像對於宗教我們的看法就是 神明沒有辦法真的幫你 他只能讓你腦袋變清楚 然後他只能在某一些情況之下 適度的給你保護 所以其實宗教也是這樣子啦 就是給你一個心理上的支柱 然後心理上的扶持 對所以終於要不要拜 好啦還是拜一下 對啊 就是你知道拜個心安理德 拜個心安理德 然後順便吃零食 既然就是鬼月 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七夕 我們是不是應該也要來講一集七夕 好啊 因為我覺得七夕是不是一個蠻 就適合招桃花的時機 還是其實沒有 好我下次跟妳說 而且其實鬼月 鬼月招的桃花 會不會是 有沒有有點恐怖 有沒有有點恐怖 好這個我們下次說 好那我們就期待下一集 利用折抖術 改變命運狀況 改變自己的人生 大家支持一下我的新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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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